因为自他不二 这个就是 应该真正明了四世真相 应该是推自向他 这代表什么 这是帮助众生 不真 中国是一些 教我们这些 我相信这个 不是从佛教传到中国来的 中国古时候 就重视教育 在整个世界上 我们走过很多国家族群 宗教都结束到 真正懂得教育的 确实只有中国这一家 那找不到第二家 中国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怀孕就开始 太爱教了 这没人想到过的 母亲怀孕 这十个月当中 母亲的情绪要好 不能生烦恼 生烦恼影响太儿了 不好看的东西 这愁我的东西 不能看 不能听的东西 不要听 说话语气要融合 不能说粗业的话 为什么 统统会影响太儿 所以这十个月的时候 你也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要非常谨慎 保护小孩 这个小孩出生下来之后 就好叫我 在胎里面 病受震气 让他所接触的 都是美好的 都是善的 生出来之后 到三岁 这一千天 扎根教育 谁叫他 母亲 母亲为大了 母亲教的什么 叫孝体中心 所以这些年来 我们提倡弟子规 弟子规 不是叫小孩念的 不是叫小孩背的 弟子规是叫小孩 是父母 在家里做到 做出来给小孩看的 小孩一出生 眼睛睁开来了 耳朵竖起来了 他就会看 就会听 他已经在模仿 所以 父母在小孩面前 决定要守礼 让他看 孝顺父 尊敬长辈 你都做给他看 你不要以为 他没有知识错了 他灵都不得了 一千天 全球会了 所以中国古艳语 有一句话说 三岁也看八十 三岁咋得跟八十岁不会变 今天 我们见了不少人 书念得很好 书念得很好 人也不错 可是 真像古人所说的 高明厚利 他就变结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变结 因为他没有受到杂根教育 他能接受圣贤教育 也是二十几岁以后 才接受的 所以 敌不过名利 这个我们要了解 要原谅他了 那么中国古老的教育 现在做父母的人不知道 父母的父母也不知道 真做父母 高足父母 大概高足父母以上 懂 知道有人会死去 所以 我们的传统教育 疏惑了 至少两百年了 八九代 满清末年 还有人讲 没有人做了 民国年间 做的人都 讲的人都没有了 所以现在 这传统东西 我们感觉到 非常陌生 真的 不 有点